大家好,今天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干货的锻炼方法 这个锻炼方法它主要能够预防咱们老年痴呆 防止消耗萎缩 还可以增强咱们的记忆力 可以起到安神行脑的作用 同时还能预防咱们耳朵上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耳鸣,包括耳朵听力差等等一些耳朵上面的问题 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法 叫做转耳法 它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老中医传授给我的动作 据这位老中医所说 他的一位患者也是他的一个朋友 今年是60多岁 他的家族里面好几代的人都患有老年痴呆 以及耳朵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在50多岁的时候 就担心自己会像他的家人一样患有老年痴呆 这位老中医就把他的方法分享给了他 他的一练就是十几年 从50多岁一直练到了60多岁 一直到现在头脑都是非常的清醒 而且非常的灵活 下面我就把老中医传授给我的这套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记得一定要先点赞并且收藏起来 第一是对我的鼓励 第二就是你收藏起来以后 这个视频就存到你的手机上 如果你不收藏不关注我的话 这个视频一会儿滑走了 就再也找不到了 动作非常简单 怎么做呢 大家跟着我咱们把双手伸出来 然后上下这样去搓热 老中医并没有告诉我一定要搓热 但是我觉得搓热它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叫做实践出真知 咱们把手搓热之后 因为我们的掌心 手掌的掌心这个位置叫做劳工穴 咱们就用劳工穴这个位置 然后压住咱们的耳孔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紧紧的压住 压紧压实 大家看好我的动作 先向前 一向前 然后二向后 动作一定要缓慢 不要太快 在咱们做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重点非常重要 很多朋友啊 他这样去压的时候 只压住耳朵的一半 或者呢是有透气的地方 这样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让大家用我们这个劳工穴呢 因为我们的手掌这样能紧紧的按住之后 它不会露气 而且这个样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就能给我们的耳朵内部啊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气压 你会感觉到咱们耳朵 以及我们的脑袋都会有一个压力感 大家跟着我 咱们继续去转 一共呢咱们转五次 刚才转了第二次了 咱们做第三次啊 好 三 向前 四 下后 五 再向前 转完五次以后 大家注意咱们手不要松动 这个时候呢 咱们紧紧的向内侧去压咱们的耳朵 压住 然后呢 保持一到两秒钟 这个时候 咱们猛然的向外去一松 这样呢 就是一整套完整的动作 咱们做完转耳朵以后 然后马上进行第二个工作 配合第二个动作 也是用我们手心的这个劳工具 对准咱们的耳朵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啊 这两个动作 一定要配合在一起去板成 咱们把耳朵读好以后 然后撕给手指呢 这样放到咱们的脑后 这个动作一定要跟着我做 因为这个动作呢 它是传承了上千年的一个动作 手指放到后脑勺以后 咱们呢 进行拍打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那也是 好 一 二 三 四 这里呢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手掌 一定要补紧 补牢 不要让它透气 拍打的时候呢 咱们拍打十二次 那么这个方法呢 也叫做明天骨 这两个动作 咱们配合做完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 你的大脑会感觉非常的清醒 而且解除了身体上面 很多的疲劳 中医上讲 咱们的耳朵和小脑啊 它们互相是通的 所以呢 这个锻炼方法 对于我们醒脑 对于我们保持大脑的清醒 不至于老年痴呆 还可以改善我们耳朵上面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听力下降 听神经的问题 大家呢 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咱们刚开始做呢 每一天可以做一到两组 每一组呢 咱们可以做三到五次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配合上明天骨这个方法 明天骨的锻炼呢 还被编成了隔绝 下面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明天骨的隔绝 两掌 咽耳 鱼齿鸡 脑后 圣鸣 天骨圣 骨膜 正向 十二下 醒脑 安神 增记忆 歌诀就这简短的四句话 非常简单的一个锻炼方法 而且呢 它是一个传承了上千年的锻炼方法 只要大家坚持去练习 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你的耳朵已经出现了耳鸣 耳背 听力下降 那么咱们呢 最好每天啊 给我们的耳朵做一个耳揪 建议大家呢 就用这种的耳揪器 这款耳揪仪呢 它是可以用来改善 我们经常出现的耳鸣 耳聋等问题 我们多数人耳鸣的出现 是跟肾脏有关系的 中医讲肾 开窍于耳 耳朵就是倒立的肾脏 直接带这个耳揪仪揪上去 耳朵上面呢 可以揪到我们的反射区 耳朵上的反射区 对应着我们的五将六腑 那么我们经常揪耳朵的 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起到保养我们 五将六腑的一个作用 那像平时人在家里面 边看电视 或者是边看手机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的话呢 去揪 那经常揪呢 可以起到对五将六腑 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一天呢 带个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一周可以揪个两次到三次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方便 这套耳朵的长寿工 大家学会了吗 大家不用感谢我 我只要求大家呢 动动您健康的小手 把它呢 转发到我们的家庭群里 朋友群里 让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 都受益 谢谢大家 最后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你关注我呢 我的视频里 有一千多个 这种呢 养生的方式和方法 就全部归你所有了 好了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